需要用想象这样的字眼 因为其实这个字眼是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的字眼 因为年轻时候读一些国外的一些社会科学啊 哲学啊等等 常常提到一个社会的改进跟批判 需要有想象力 这个想象力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包括 怎么样从现实中超拨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在这样一个世界 是什么样的世界 就大家都觉得一切美好的可能都已经完成了 或者正在完成之中 像今天的中国 很多人都觉得好像已经到达阿英哥 可能再有第二种道路 第二种方式的一个地步了 那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 那于是今天我们请到几位朋友过来呢 跟我一起谈一谈 他们心目中的想象 下一个十年会是什么模样 当然这个十年不只是谈中国 谈世界甚至也可以谈机器 有时候这里会谈出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我记得我好几年前的时候在香港 大家十多年前跟一个朋友们拍一些纪录片 那那时候拍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访问了一百个人 访问一百个人呢 每人只问他两条问题 这一百个人是什么人都有在街上 随便抓的香港人啊 我们就问他两条问题 第一条问题是你觉得你未来十年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 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你未来的 你觉得未来相当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 结果呢我们就把这两个问题得回来的答案 就这么拍成一条片子 这片子可想而知非常沉闷 对不对 来来去去一百个头 那一百个头就答这两个问题 但是加起来就很有意思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百个人里面好像是九十多个人 都说他觉得未来十年我会过得越来越好 我日子越来越怎么样 但是未来香港十年之内都是越来越糟 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就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未来越好 但这个加起来的时候却越来越糟 这是为什么呢 既然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越来越好 那为什么会加起来越来越糟呢 那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怎么样去想象下一个十年 那么今天我在场各位呢 有很多不同背景 不同领域来自不同地区的朋友们 那么他们看看给我们谈一下 他们想象的下一个十年 那么我先巡礼暗序介绍一下 等一下我们说话的次序也就是这个次序 从我左手边开始 就是易中天先生 下一个是邓丹钦先生 下一个是邓丹钦先生 秦辉先生 余思先生 中国世界都是重量级的人物 那么现在呢 我就废话少说了 我们就先从易中天先生开始 我们每人大概先讲十分钟 跟着我们台上自己呢 先谈论一下 如果还记得的话 我们会跟观众互动的 他们不怀好意的把我放在地区 一个反正开始的时候要超好 尊敬的 尊敬的何明夏先生 尊敬的若瑞宇女士 尊敬的柯卫代理 首先 首先我们 虽然他们没有选举我做代表 我还得说 祝贺本车沙龙 圆满成功 本次沙龙的这个题目 是 想象下一个十年 也不知道谁的收口 而且不敢好运的把我放在地区 因为我是最没有想象技巧 我想象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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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不干这 放了放桌子 我就想起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外国老板 叫做什么乔治杨的 使人开了一个工厂 有一天他突发奇想 说我应该下去看看 我的工厂里面的工人 都在怎么干活 就是咱们古代的那种 威服私房的团众 他就悄悄地来到工厂 看见车间 一进去 看见车间里面站着一个年轻人 也没有穿工作服 也没有戴手套 无所事事 百无聊赖地 把两个手挽起来 靠在墙上 这工厂主 这个乔治呀 气都不大 一出来 我怎么这样 我工厂都办成这样 他平息了一下心中的路 走到这个小伙子 跟他说小伙子 你一个月拿多少钱呢 小伙子愣住了 有什么西方人问工资的 这是隐私 但是这个小伙子还是 一看来 有个长者吧 还是很诚实的回答说 两千美元 然后乔治呀 就从口袋里掏出钱包 数了六千美元 说这是三个月的薪水 请你立刻从往面前消失 你被解雇了 这小伙子愣了一下 拿着这个事情 我又看一看 飞快地走 然后乔治呀 继续往前走 很愤怒 往前走 这个时候 这个车间的主管 文讯干来 对老板倒了这次 对老板说 刚才对我开除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上哪个车间呢 对老板说 对不起老板 我真不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 那你怎么管的 名字都叫不出来 你都知道些什么呀 对不起老板 我只知道 他不是我们的工人 不是来送披萨的 这故事就说明一个道理 人是很容易想当然的 我要是今天在这胡说八道 我就变成那调字眼了 所以我昨天晚上 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算狗肉上 我决定用计算的办法 到这大部分 我算一下结果 我算一下什么问题 就是这未来时间 究竟是谁的 然后再看看 这未来时间 我该干点什么 我算一下结果是这样 因为我们这个都知道 伟大比丘毛主席说过 这世界是里面的 也是我们的 归根阶级是里面的 我们现在看过 未来时间 归根阶级是谁的 我算一下的结果是这样 90后 90后的10年以后 年纪最小的21岁 最大的30岁 也算错了 80后 年纪最小的31岁 最大的40岁 那这个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呢 未来10年60后 成为领导者 因为他们的年纪是 41到40 不不不不不不 这10年后51到60 10年后51到60 从现在开始 应该是41到50 这是对我以后 他们将成为领导者 70后将成为顶梁柱 这个 我们工作过的 好 对不起 七年后将成为主币军 那也就是说 未来四年主要是这三代人 那么这三代人呢 我持一个乐观的态度 我就举一个六年后的例子 因为这个账都还实在啃不住没算完 六年后是什么概念 就是一九六年年到一九六九年 没算过 那么当他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 十八岁到十八岁 在一九九二年 小婷同志南巡讲话的时候 是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 哎 这怎么关不掉呢 所以他们是改革的一代 也就是说 在他们世界观 形成的这个时候 正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到一九九二年小婷中的南巡讲话之间 应该是新中国教育最好的一个时期 受到的 是截至目前为止 应该说是最好的教育 我认为就是这个时间段是 一九七八年以后 到这个南巡讲话之间 应该是新中国教育最好的一个时期 最好的一个时期 因为那个时候 比洲际导弹上台还早的 毁人不倦的气氛工程还没有完成 而那个时候是 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刚刚改革台湾 有 简念正义标准的讨论 有思想解放运动 而且那个时候的人都满怀理想 满怀激情 是这样的一些的成长 所以我 对他们充满信心 然后 七零后八年后就不用说了 怎么可以 以此类推的来算 因此我觉得 如果十年后是 十年以后 这个世界是六零后 七零后八零后的人 本人表示恶怀 至于他们会干什么 我不知道 我没有这个想象 但是我知道我该干什么 我是四零后 我到这个 现在六十三岁 十年以后 七十三岁 那我觉得 我们这代人该干的事情 就是研究孙子兵房 不是那个孙母的那个兵房 是怎么当爷爷 当奶奶 当外公当外婆 对付孙子外孙子兵房 这就是我的 这就是我的 不能叫想象计算 好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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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计算很好 如果说孙子兵法 其实我也天天研究孙子兵法 研究怎么当孙子 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就请到陈丹兴先生 陈丹兴先生 你叫饭 叫饭是吧 这也好 那行 那各位 好 陈丹兴先生 临时和我怎么推出来 你不知道我比你还紧张 就讲得出来 我觉得是瞎 实陈丹兴先生 一先生刚才讲的 非常有意思 人类都有些东西 其实 其实是可以 说 十年以后 我们都比老十岁 这也是 可以说是 没有办法去 改变这个事实 十年之中 这个世界肯定会变化 但是变好变坏 也难说 我个人是 刚才一先生所说的 这一条 60后的第一年 1960年出生的 但是其实呢 其实一先生的算法 有点不对 因为按照这个 真正的规定 60后的第一年 是61年 最后一年 是1970年 所以我是1950后的 最后一年 最后一年 但是 应该是这样算 但是人们总以为 占个6就是60 这两个7就是70后 其实可能按照 那个科学的算法 就现在讲科学 发展 我觉得 以前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我们 我是1978年的 上大学 1978年的下半年 是一个三中全会 再过了14年以后 很早跟男生讲话 我们的教育 的确在经历的 那个时代 是一个非常活跃的 一个时代 大家好像空间比较大 所以我就觉得 想象下一个十年 我觉得十年之中 对中国最大的考验 可能第一个考验 就是我们是否能够在 意识形态领域中间 有一种更大的空间 去想象 甚至去创造新的理论 让这个国家有一种 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突破 而不是改头换面 不是改头换面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稍微加一点点的 其他的色彩的东西 但是基本上 还是一种老的套路 我觉得 可以说 意识形态的空间 改变的空间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 已经走到了尽头 那就是说 这个空间好像 已经没有多少 可能再往前推 再往前推什么 前面就 深圳的 纪念深圳特区 三十周年的 文家宝总理 去讲政治体制感 对引起韩媒外媒体 网上关注 但是大家知道 文家宝总理 谈政治体制感 谈了好多次 他曾经跟 跟美国的一个代表团说 他认为 一个民主的政治 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方面 国家领导人应当是人民旋律产生的 第二个方面 司法独立的 第三个方面 新闻是自由的 新闻是自由的 我想呢 除了第二个条 司法独立这点 我觉得不是民主的提供应有之意以外 我认为 那其他两条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为什么不会下达气力 按照非常好的一个日程表 假如我们定出一个日程表 一个路线图 我们什么时候开启 对县长这个级别的选举 什么时候开启 对省长级别的选举 或者说我们倒过来 先从国家主席 开始由人民来自选产生 我们如果去划分选区 我前年的时候 曾经到日本去 日本国会的一个官员告诉我 越南 越南最近派出了许多的官员 前些年 在日本的国会 一住就是一年的四年 去认真地去考察 日本的选举制度 怎么去设计 他说这点 他们的认真态度 让他印象很深 那么我们说民主 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是否有一个路线图 一个时间表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 那么原因到底在哪儿 是不是这些相关的改革 确实有可能伤筋动骨 使我们过去的60年来 所坚持的某种基本的理论 会受到挑战 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 基本理论的创新方面 而不是说 滋滋滋滋滋滋的创新方面 有一些改变 我认为这是对我们 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甚至觉得 世界不同的国家民族 命运之所以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面 差异 很大程度上是 当我们意识到 一种理论是错误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整体性的 全民族性的翻篇毁物 然后大家去更新 大家去创造 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的挑战 第二个方面的挑战呢 我觉得我们能否真正的 在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 民主制度的框架下 或者说我们现在这样一个 现行制度框架上 真正的去提升 我们的政府的一个效力 然后让我们的政府 是一个功能方面非常清晰的 政府的权力方面 受到严格的限定的 比方的划分 政府职能的划分 非常的清楚 也许许多朋友都记得 当年康良变法的时候 康有回上皇 一起几书几书的时候 他指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是政府职能方面的分 与西方国家政府的亲戚 权力分立也好 其他的一个官员的分工也好 都非常清楚的 这样一个状况相比 中国的政府制度中间 最混可以说是到了混乱 到一种极其可怕的程度 比方说临时性的机构 可以持久性的存在 并且取代那些 已经设立的那些机构 比方说职机处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临时机构 结果成为后来权力最大的机构 但是原来的机构 又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这些功能就发生了非常大的紊乱 比方说兼职非常多的这种情况 我们今天知道 今天看到政府的这个模式 你会发现 许许多多的问题实际上是 没有办法治理 已经到了一个极端的一个困境 三国来本事件 那么我们都现在都跟着 食品学化学试试 文化学很差 现在那时候我觉得化学试试不错 然后知道三菲晴安 知道苏丹洪 知道苏丹洪是干嘛用的 这样的一种东西到底谁来管 你会发现没有人管 九龙治水 九龙不治水 我们的司法 比方说司法制度 我们设计法院就是让他判决案件 但是你们知道 谁可以管这个司法 几乎谁都可以管 传算部门 到底说一家报纸 一个出版社 谁可以说对你进行管理 结果你发现没有差别 都可以管理 但是都可以管理 最后导致的是有利益的时候 大家都往前冲 没有利益的时候 大家往后退缩 人民众这个国民 他的处境在这样一个政府下的处境 如何去想象 他能够得到一个政府良好的公共服务 和政府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 这点我觉得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那么第三个大的考验我觉得是 就是我们真正能够建立一个 中国个人的专业的角度 良好的司法制度 公正的司法制度 那老百姓不至于在 在案件在法院门前徘徊 想象的如何去给法官送你 想象的去 或者到法官到法院去 开冲锋枪 打死许多的法官 我认为现在司法制度的重要性 在这个国家的上职庙堂之上的大人先生 驾到师堂之中半呼走足 都缺乏一种真正的认知 我认为司法制度 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独立的和公正的司法制度 能够让这个国家的国民 从最小的冤屈开始去找到一个公正的说理的地方 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 不至于使得这个国家整天都处在 仿佛在火山口上一样的危机四伏 领导人也紧张 老百姓也愤怒 上北京上海还解访 财经报道一下 警察还到财经编辑部来抓人 我认为这种情况 可能是我们的司法制度出了严重的问题 而且我在说的可能有不少朋友 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可以说过去中国20年的司法改革 到了过去 在刚刚过去的五年中间发生了大倒退 发生了严重的倒退 在局部地区出现了践踏法治准则 以黑打的方式来打黑这样的一种情况 不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惊的 改革开放已经30年以后 那么最后我要说 其实对我们下个十年这个国家发展走向 或者说我们能够解决好中国问题 比较严重的是我们的民主问题 我们的民主问题 兄弟现在在新疆之调 对新疆问题 去年七五事件的时候 我也正好在新疆 我真正感受到新疆七五事件 给汉族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 心中带来的巨大的伤货 巨大的伤货 这样的一种东西 如果不很好的解决的话 那么可能会危及到我们 下一步的发展 甚至会使得中国走向 或者走向专制 或者走向专制 这样一种可怕的两难选择 我认为民族问题的解决 当然没有我们需要去想象的 需要有一种想象力 文道先生所说的这个想象 比方说我们是否可以想象通过 更多的阶级化的一个社会模式 来去冲淡 适事与血缘来分类社会的这样一个 一个做法 比方说我觉得西方的政党制度 就是用一种阶级化的东西 比方说用一些社会上的政策性的问题 来去冲淡血缘的问题 同样是黑人 我们可以分共和党和民族党 华人也可以分共和党和民族党 这样的话 实际上社会政策的争议往往使得 血缘差异变得非常的不重要 而不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事实 讲到我们是什么组 我们是什么组 所以我想 也许我们需要有想象力 我们去想象中国的未来 但是我想起古希腊的 雅典的著名政治家的说法 其实要追求自由 不仅要有想象力 还要有勇气 还要有勇气 只有勇气才能有自由 只有有自由 我们才能有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刚刚一开头 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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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年在南方五省 一个领导请吃饭 然后吃饭饭的领导就说 你们老说民主改革 民主改革 说什么人民有权选择 自己的政府 自己的领导人 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中国人民早就选了 我说啊 我们选过吗 什么都选了 六十年前不就选了吗 然后我就问他 那好吧 那我就算你六十年前 那算是选了一回 那下一回什么时候选 他说这个要有点想象力 我这个想象十年 我这个想象十年 这个想象十年 这个想象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想无非就是两个 一个是你希望感 一个就是你预测 能够变成什么样子 这里我要讲 我认为希望 十年以后的中国是什么样 当然是可以讲的 至于预测十年以后的中国 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我学历史几十年的心得 就是这个预测是不可能做的 不仅是对中国 对世界 还是对某一个人 包括本人自己 十年以后 包括本人在内 会在什么地方 是会在监狱里 还是会在什么 这种很难说 但是要说希望 是什么样子 这当然是可以 而且我认为 不仅我本人有这样的希望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 中国大多数人 也有这样的希望 这个希望就是我们讲的 所谓普世价值 是吧 我觉得啊 如果说别人怀疑 可以怀疑普世价值是不是存在 我觉得 最不能怀疑这个普世价值存在的 就是马克思的名字 是吧 因为世界上没有别的主义 比马克思主义 更喜欢讲什么 什么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啊 什么全世界 如常者 变合起来啊 什么世界大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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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所以我说啊 如果有人要否定普世价值 那么首先 它就是一个提示 马克思主义 对吧 提示国 但是在我们中国 现在这个普世价值 不然成为一个 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是吧 前不久有一位先生说 他说我们中国啊 现在经济发展了 但是很大成统 但是我们现在缺的是软实力 为什么缺软实力呢 是因为我们老是被西方提出的几个概念 牵着鼻子走 是吧 什么民主啊 自由啊 人权啊 法治啊 等等等等 他说我们 以后应该根本就不谈这些问题 我们应该谈我们自己的价值标准 什么叫自己的价值标准呢 那就是仁义道德 是吧 说我们以前几千年都讲的 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 真正的 这个中 我们自己的一种价值观 说这个民主自由这个玩意儿 只是西方人喜欢 我们中国人喜欢的是仁义道德 是吧 好了 什么叫仁义道德呢 是吧 我是搞历史的 我知道啊 这个在 十九世纪的五六十年代 很多中国人 而且老实说 这些中国人 往往是汉民出身 理学名成 根本就不知道西学是怎么回事 他们的的确确只知道仁义道德 但是他们一到了西方 第一个感觉就是 那才是仁义道德 是吧 什么叫做 推举之法 己于天下为公 是吧 什么叫做 金庆功 得三代之仪 是吧 什么叫做 啊 那个地方是 啊 冰冰难见 比让之行焉 啊 足之 彼土 富强之机 非苟然也 是吧 他们说 那个地方 那才是真正仁义道德 当然 这里我要讲 他们主讲的仁义道德 主要是 他们西方这个国家对自己的仁义的确是仁义道德 是吧 这里并不涉及到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或者说对别人的一个财政是吧 但是他们回头来一看 说中国对自己人是什么个财政呢 是吧 马上就 很简单 就是不仁不义 不道不得 是吧 用他们的话来讲就是啊 这个这个两千年来之政 行政也 皆大道 是吧 就是都是强盗政治 是吧 两千年来之学 寻学也 皆相愿 是吧 总而言之 政治是强盗政治 学分是无耻之学 是吧 这就是仁义道德 这就是当时人们用中国传统价值观看待中国和西方以后得出来的结论 这一头啊 我就讲 不管你用的话语是民主自由人权 还是仁义道德 其实基本的真善美 我觉得任何人都是有一定的道理 是吧 同样一件好的事情 你可以说这符合自由民主人权 你也可以说 它符合仁义道德 但是黑的就是黑的 白的就是白的 善的就是善的 恶的就是恶的 这一点 不会因什么文化的差别而战 至少对于多数人来讲 我认为是这样的 当然 由于既得利益的结果 引起价值观的扭曲 这个不仅在中国存在 在外国也是存在 是吧 比如说 不喜欢自由民主人权的人 是吧 也不一定是中国人了 是吧 习特勒他喜欢了 是吧 他是中国人了 当然不是 是吧 他也会说 这个东西有多大多大也不好 是吧 我们知道 这个纳粹时代 他曾经讲 当然了 这个大概也是因为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民主这个词 因为他有号召力了 是吧 所以习特勒他也 不能完全不讲这个 是吧 但是他说 我们要搞的这个民主 不是自由主义的民主 但是也不是苏维埃是民主 是吧 因为美国 苏联都是他的企业 他说我们要搞的这一种 那个 日耳曼式的民主 是吧 而日耳曼式的民主 一个最明显的特征 最突出的特征 就是要有一个领导核心 是吧 这个有领导的民主 是吧 这是日耳曼民主的特征 是吧 而这个领导核心 就是 这个这个 国家社会主义 德国公人党 是吧 这个国家社会主义 德国公人党 是一个什么东东 是吧 大概大家 现在都知道 是吧 但是最终 这个日耳曼式的民主 是吧 会飞烟灭了 是吧 那么将来 过了再过十年以后 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是吧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是吧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 我始终认为 历史是不确定的 是吧 未来是不是一定会 过去是不是一定会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本身就是不确定 今天会演变成怎么样的未来 那更是不确定的 是吧 但是我要说 正是因为历史是不确定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努力才是有意义 是吧 如果我们注定万劫不服 那么我们今天的努力 传是竹篮老鼠 是吧 我们如果注定是繁花世纪 那么我们大可以睡觉 是吧 等待这一天的到 正是因为未来的十年以后 是吧 乃至更远的将来 无论是中国 世界 还是我们每个人的前途 都是不确定的 所谓不确定 实际上就是取决于我们 现在的努力 是吧 如果我们现在努力 也许我们未来 就可以看到我们希望的处境 但是如果我们不努力 那么也许未来 就会很悲惨 而对这个悲惨 我们既不能违过于恐怖子 也不能违过于情史的话 很可能 只能怪我们自己的努力不做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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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刚才讲 不知价值啊 我想不到前阵子 我一个朋友啊 他在我国一个台语大概前五名的高校里面教哲学 那么有一回呢 他写一篇文章批评中国的某个哲学领域的现况 他说人家现在国际上这个领域做这个好学问的人啊 如果听起门语言他数出来 说那我们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人呢 却不具备这个能力 然后跟着又说呢 人家的在注视方面的系统呢 做得很详细 考证很清晰 但是我们这个领域的人呢 都是侃侃而台 参考书目也没有 注视也没有 就随便写的 结果他这番话说完之后 被中国社会科学院 他们这个行业一个大我级的人物出来披护 所以你这话很明显就是中了西方人的毒 为什么我们做学术的一定要看起西方人 为什么一定要像他们那么下注视 有参考书目 为什么不能像我们这么高 在我看来这纯粹是个话语权的问题 就今天话语权在西方呢 但是你看慢慢的 我们中国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多外国人来我们这留学 以后我们中国这一套就主导了话语权 那么现在还有很多人是这样子来想象未来的 那接下来是吴思先生还 你还没想好 讲以后的事情啊是真的非常困难 我前不久参加一个 南方周末也是中国梦 也是拼命想想出来 我们不做梦的人梦的也忘记啊 今天可能会顺一点那个意思 或者再发挥 但是刚才秦辉说的呃 倒是让我想起一个 是我跟秦辉是同里面的 这个有一个经验可以分享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 你说一个是希望未来的十年怎么样 第一个是预测未来十年怎么样 那我就问自己我是一个不太抱希望的 我从很小开始对什么事情都不太抱希望 呃 所以我没有想过我希望将来会怎么样 预测呢我更不会 但是我我们可能大家都喜欢听人预测 就喜欢算命啊 看手下啊什么就将来会怎么样 我家的秩序吗 这个 这个 哈哈哈哈 但是 请请对我第一 你有没有这个经验 我我我们这伙人就是 可能 很早就有一个胆的经验 至少我有 就是胆 胆的经验呢 这个在文革当中就是等政策 看看至亲这件事情什么时候会会有变化 呃就我等到一个政策 就是可以不经靠一步 就是找近一点的地方插队 就是从江西就换了江苏去插队 就是跟人冒充什么标准的那种之间 啊 混过去 等到一个政策 再往下等呢 就是我曾经在一篇 回忆七十年代稿子里说过 就是等毛主席什么时候死 哈哈哈哈 所有人都在等 啊但是但是不不不不讲出来 哎 大家眼睛看看都知道在表情 哈哈哈哈 如果是没什么电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知道大家现在在表情 哈哈哈哈 那会电影呢 只有记录本 啊 外国电影没有的 中国国产电影也没有的 就只有看记录片 记录片永远是 老周啊 呃 弯那个手臂带一个外宾进入老毛的书房 然后老毛就躺在纱布上头就慢慢歪下去 泼水就出来就收住 就我们都在猜到底还有几年 哎 就出来以后有些胆子大年纪比较大一点 说我看不出三年哈哈哈 我看不出半年 哈哈哈 结果忽然有一天就是 就他没有了 没有了没有 我就起了眼泪哭哭哭出来这样子 然后就到了零前又又还真哭出来了 就这样 大家这一般熬过来 熬过来但是想象里立刻停止 就等着等到了 到底会怎么样 还是不知道 实际上啊 所以我想这个经验几乎一直延续到今天 所有中国人其实都在等政策 而且暗暗的还在等 就是早先我们是等谁死 现在是等这个什么时候有变化 啊 这个变化大家也知道是指是指什么东西 啊 这个我要说也可以 因为在座很多也是也是官员的 不太不太不太方便说的 大家这个不不舒服啊 就是等这个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权力发生变化 啊 变化以后会会会会有些情况 就不像我们过去看到的样子 那什么样子呢 就是 我真是真是都不会不会继续发言 这个 比方说这里面有有有有有有一个可以发挥的 就是我上次在在 在南方周末那个 这个活动上讲就因为他要讲中国共 在我前面有发言是吴建民先生啊 吴建民先生很慈黄说我们今天呃 那么伟大啊 奥运会也办成了 时时播会也办成了啊 这个当然在他的位置上他应该讲这个话啊 这也是是伟大是了不起 但他会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我们也是从小听的 就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 这是我们从小听听毛泽西比较好 我们还要面试的一路啊 那我当当时就斗胆把毛泽西比较改了一改 就是至少在我回国的这十年当中 我我我我咱别去管外头怎么样啊 敌人怎么样 就是我看到在中国啊 很多事物真的是一天天好起来啊 好的就是我们想都想不到 那很多事物呢是一天天烂下去啊 烂得我们也想不到 所以未来十年我相信 有很多事情继续会一天天好起来 还有很多事情会一天天烂下去啊 烂到什么程度就很难说了 那什么事情会好起来呢 那就刚才易先生的发言给我一个启示 一个非常实在的事情 他是40后我是50后 呃十年后你是多少 七十三十三十三十年后 七十三八十四 哈哈哈哈哈哈 哎十年后我是67岁 哎OK 但是呢 在座的70后 80后啊 包括90后 呃大有希望在哪呢 就是做官的希望啊 在座一定有很多人家里愿意做官 呃我我我我我刚回国的时候 我父亲做过一点小官 就六派平发一种忽然变成政权委员 哎他说国内现在很多段子很有意思 就是当官当官当官的第一句话就是年龄是个宝啊 学历不可少啊 然后能力共参考啊 我还想最重要啊 所以我后来终于明白了这四句话一句不虚而且头一句就年龄是个宝 我后来才发现我周围的朋友其实对彼此的生日记得非常清楚啊 他还有几年啊 然后我 然后就上车 你未来这十年 只要情况不变化 在座年轻人大有希望啊 从出场忽然进入国务院忽然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有可能的啊 这个我当时都我到这六十几岁我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你们其中哪一位啊 从一个小阁员变成国家领导人啊也没没问题 那至于什么事情滥下去就难说了啊 难说了 这个都是这个这个我们想象力都达不到 所以我刚回国的时候 呃 韩寒十八岁啊 还在这中国还没有博客这件事情啊 现在十年过去了 韩寒博客还在 但二位的博客也没有 哈哈哈 这个我回国的时候这个拆迁问题没有像今天这么严重 但是还没有听说有自焚的事情啊 现在自焚不稀罕了 已经啊 前两天我收到照片 这个一张接一张 这个就会一团火往下跳 那未来这个这个自焚时间会有多少啊 现在是连三个人一块自焚都有啊 未来十年会断自焚啊 呃 我昨天还刚刚听到一个事情 就是警警察现在冲击什么什么财经什么 这个我都暂时不清楚 哎 但是呢 这个司法部门公安部门 这个呃 有很多事情也是十年前不能想象的 这个 而今天还不能想象十年后会怎么样 啊 比方你扣押一个犯人啊 扣押两天 这个每天这个扣扣押的人能分到三百块钱 然后放你走的时候 个人能说以后有种我多介绍 介绍 哈哈哈 那么此外这个这个通通缉犯 这个这个 通缉犯应该知道比我多哎 通缉犯说是呃 三个人全抓住了 但是一个一个放啊 每一个就开始要要要要钱 要这个这都是公安部门 兄兄兄弟单位啊 这飞龙家们跑到广东啊 广东就跟飞龙家要钱 一个要就是一个高 真是都是七八年前看到的消息了 啊 所以这一天天滥下去是这个 这个这个大有余地啊 这个 十年后怎么个滥法啊 那么官场上的滥就不用说了 那个他们一经过了 这个从我回来知道的什么几百万的 现在多少亿都是啊 那未来就是这个是我数学也不好 这不再未来十年怎么的看法啊 完全不知道 这个 昨天看到一天 韩寒上了五十分钟给删掉的 这个副课 哎 写的真是好 要大家看过没有 游行的意义 啊 游行的意义 再过十年游行这个问题 有一个是怎么办 啊 当然 删掉我五十分钟以后就删掉了 哎 所以我很喜欢韩寒站在这里 我上次在那个那个呃 南方中国 呃 就中国梦上的也也也也也提过 我把他归归一天才滥下去的 这个这个例子啊 这个南方中国在去年呃设立了一个奖叫中国梦专门讲给就对中国文化 包括艺术有贡献的人啊 啊 老到七十多岁 年轻到二十几岁啊 啊 最年轻的一个提名者就是韩寒啊 唯一的一个上海人 结果被上海文光继续认 理由很简单说不合适 那怎么不合适 他不简 就不合适 哎 这是上海的羞耻 啊 那么 今年 南方中国再度提名啊 为什么南方中国要跟上海卫视合作 呃 让让让 这个大概转播权是在上海这边 上海再次否决啊 再次否决 这么大的一个党 这么庞大一个权力 他怕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 啊 这个 所以我真是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 这个我不知道未来这个十年 比方说说不定就明年 南韩国客会不会关 啊 大家手上现在都有微博 微博情况有个怎么样 我我我也只能了解啊 这个很很抱歉 我就这么只只只只只只只能 只能说这两个东西 谢谢 陈丹青还有何高先生 两位先生都提到财经那个被警察冲击事件 我后来理解一下啊 原来那个事情啊 并不是说警察真的就直接去冲击财经杂志去抓人或什么 而是财经那个报导嘛 就报导说有些中国现在一些地方政府 因为没有了注冲击财经 那么要上京来解访呢 很麻烦 所以呢 就干脆在北京聘请私人保安公司 代替地方政府 在北京去抓各地来的上访人员 抓进宾馆 就保安带牢了 现在是 那结果这个报导出来说 原来据说是中央领导很重视 看了很震惊 然后呢 警察就要做事了 那刑警呢 其实是去查这些事 那查这些事呢 他们就叫这个网间 去看调本那篇文章 跟那些有关作者来看 什么是协助调查 倒不是针对财经 可是 这里的沟通过保 而网间呢 据说呢 是一收到这种消息 他本能的以为 哦 终于要做财经了 哈哈哈哈 本来是要邀请财经 调查搞清楚这是什么坏事儿 结果变成是去办财经 就是闹了一场误会 据说是这样 对 也挺有意思 那么现在就 吴斯先生 谢谢 我争取说点光明的东西 哈哈哈哈 好 去年春节 我到安徽尹上县农村调查 我们问了很多 常规问上百个问题 其中一个问题是 问那些农民工 我们奔踪了15年的 300户农民工 我们奔踪了 其中的20户农 我不断的问到的一个问题是 你们挣了钱做什么 嗯 攒了钱盖住 以前的回答 最大象就是盖房子 去西方 现在在农村盖一个两层的小楼 大概是七八万 嗯 当然我们会问 在哪儿盖房子 在村里盖房子 但是从 2004年我调查的时候 就发现有人 有这个念头 是不是在乡镇里 买个房子 有变化了 乡镇里买个房子 在去年的年初 大概是 十二三万 在村里一个 是七八万 在乡镇里 要花十二三万 多花了几万块钱 但是呢 生活会 生活会方便一些 另外还有一些新的经济机 去年我问的时候 这个回答又 又给我留下深刻意义 很多人 不是一个两个 是将近百分之四五十的人 他们说挣的钱 办什么呢 盖房子是在 就会想到乡镇里买个房 或者到县城里买个房 我们去年去的时候 正好是调房地产 加低的一塌糊涂的时候 那个影上线县城里 大街上画着横幅 欢迎农民工回乡置业 他们说 等过了春节 等他们走了 我们大概价格跌下去了 他们在的时候 那个有谁吃着高价 在县城里买个房 大概是二十二三万 然后我就问农民工 回乡的农民工 他们怎么算那个账 七八万在村里买房 十二三万在乡镇买房 二十二三万在县城里买房 他们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为什么要多花这个钱 最后我听到一个不同的回答 我从中找到了一种模式性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像我这个年龄的人 四五十岁了 在城里打工 又没学什么本事 当小工 建筑工地盘 当小工 我就会回乡 回在家里 在村里盖 如果我 比我现在年轻二十岁 我在城里开出租车 我就会想 我这个手艺在县城里可能有用 我到县城里多花那十几万买一个房 但是我获得了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的价值 在我多花的钱之上 十几万 每年我都能挣的吗 两三万 我如果是一个摆小摊的 做小买卖的 我可能会想 我多花四五万块钱 在街上 在这里买一个房 然后我在那摆个小摊 做一个小买卖 我所得的收益 完全可以补偿我多花的这几万块钱 农民就不会这么算账 而且有百分之四五十的人 已经很认真地算这个账 在一般算这个账的时候 一般又出现一个新的变化 就是大家都这么算 村里的房子 我就会 我要盖的时候 就会有人说 你这办法 我的房子卖美 我到我的镇里卖好 于是村里的房价是开始往下定 而乡镇的房价是开始往上涨 然后我就会多一次考虑 我如果在乡镇买房 在县城买房 我还有一个投资手 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 开始卷入了这个城镇房子进场 大约在二十多年前 那会儿我还在农民日堡 是杜仁生的故乡 杜仁生所在的领导的农村政策研究室 对未来中国农村的想象是 一开始城镇化道路的想象是 星罗旗部的小城镇 跟非朝通的想象 后来发现星罗旗部的小城镇 离土不离乡 执行起来 会有很多困难 大量的乡镇企业都垮了 因为它地理条件不好 信息不好等等 缺乏各种优势 我们适时看到的是 像东南沿海的那个大中城市的迅速发展 还靠北京上海 广州这样的大中城市 深圳这样的城市 于是我们似乎就看到的是 中国的城镇化的道路是大中城镇 就是超大城市发展的战略 但是我去年到农村一调查 我忽然意识到 实际上在我们的眼下 在我们的脚下 形成的是一个城镇化的提次结构 走在第一线的那个超大城市 然后第二线呢 省城仍然在迅速的扩张 县城的集市仍然在迅速的扩张 一直到街上 在每一个镇都在迅速的扩张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就是这么一个 验证式的这么一个结构 全面拉开 而且支撑 城镇化进城的就是我问到的 那些扎扎实实的一个一个的农民 他们抛出钱来 支撑这个城镇化的进场 他们最有钱的会在 像宁波东莞这类的地方 买房的职业 他们甚至于会在北京 在乌鲁木齐买房 他们成为这个超大城市的一部门 因为他们是特别成功的人 比较弱者们也会想起 在镇上买个小摊 摆个小摊 十年之后 这个情景会什么样 我觉得可能这个情景就是 不管北京的房价怎么高 现在三万四万 哪怕将来高到五万六万 只会把很多精英人才 逼到二线三线的城市 然后二三线城市有更高 更好的发展 这个整体的城镇化 提次发展的这个结构 这个进程 仍然是蛮好 而且是非常乐观 这可能是本世纪 本世纪前半届的 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趋势 我看到这个趋势 在我眼前 用几块钱几块钱的这个账 我们的计算的方式展开 我对这个趋势非常乐观 但是有一个不乐观的因素 就是 如果有人 立一个篮板说 留下买路钱 把进程的障碍提的非常高 这个过程就会受挫 这个过程一旦受挫 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 一个巨大的支柱 也就是城镇化 就会受挫 城镇化受挫 相应的也会带来 整个内区的受挫 比如说一个农民 如果变成了城里人 他的消费 按着我们的统计 就会提高三到四倍 一下子 一个农民就变成了三个农民 中国的对什么冰箱 彩电等等 各种食品的货带 一下就提高了 内区就获得坚定的支持 跟外边的种种 包裹上的矛盾 也会有所缓解 如果城镇化的过程受挫 整个这个过程都会受挫 内区的发展也会受挫 我们能看到的 一个明显的阻碍城镇化 进程的因素是什么 比如说 土地财政 地价太保 房价太保 买不起 农民进 在镇上买那个房 花十二三万 他在村里干一个房 花七八万多花那钱 归谁了 他到县城里 花二十二三万 买一个房 你在镇上多花十万 那个钱归谁了 建筑安装成本差不多 多数归政府 有归土地财政 这个土地财政和所有的科研杂税 就变成了留下满日前的那么一个 那么一个 一种掠夺 然后拿了这个钱 不正常的变成公共服务 转到每一个人 而变成了一部分的工资 然后一个集团就吃着这个 这笔钱越来越庞大 越来越越越 最后闹到十阳九路的程度 然后 他们就成了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半角石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 未来的十年的乐观度就会下降 城镇 城镇化的速度 城镇化的进程又会受错 说明他会出什么问题 这就是 我对未来一方面乐观的想象 一方面是 面对着一个权力之手 去设置种种障碍 通过土地财政各种税收的方式 抑制 这个城镇化的进程感到一种担心 刚才我说的 第一个是经济 我还有多种 我怎么扛不进去牌子 第二个问题 你这太多的太远了 我很难往那儿看 倒点来提醒我 刚才说的这个 影响这个正常发展的这个速度 刚才就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刚才我对经济上的预测 大体上乐观 但是它可能被一种政治势力扼杀 这种政治势力内部是有没有可能出现变化 更强的自我约束 还有在社会力量 在民间的力量的约束下 抑制自己的过度混乱 使自己的那个那个 手伸的别太长 拿的东西别太多 占有的资源别太大 然后让这个社会能进展的正常一点 顺利一点 这个东西很大 什么东西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未来 他们前几位已经说得很精彩了 但是我觉得都是 陈丹青的那个基本态度是 那个另外几位老师的基本态度 大家都争取 不管是等还是争取 反正我们不能够 在很大程度上 我们不能够 控制自己的命运 需要我们的命运在别人的手里控制 反正我们能有相当的影响 那在这个领域会怎么样呢 这个领域会有一个重大的规则的改变 这也是谁也打不住的一个规则 就是自从辛亥革命之后 权力最高传承的规则就变了 权力最高传承的辛亥革命之前 是儿子接班 是老子传老子 然后呢就是 这个父传子的规则 又变成了接班人规则 接班人规则并不顺利 但是一直维持的 比如说毛传流不顺利 传林又不顺利 然后那个 再传江 再传跨国风又不顺利 今天跨国风没站住 然后邓传湖不顺利 船上用不顺利 船上又有磕磕磕磕磕 闹出个难学了 但是好歹是有一个规则可询 但是邓小平先生指定了两阶级班人 然后江总书记就不能再指定了 那胡总书记也就不好再指定 另外指定这班人的人通常都有的特征 他有足够的权力 天下是他打的 他是主人 现在这个被指定上来的已经是接班人 已经不是他天下的那个底人了 大家都唱歌 于是也指定也缺乏权力 那这一期最高权力传强的规则变了 会出一个什么新规则 我们知道如果不能打不能动刀枪 那就得得找一个和平的规则 我能想象的这种规则就是一定的圈子内的反复写商 甚至于投票 如果发生了分析可能更大的圈子的投票 比如说像苏联中央委员会 还是苏联中央委员会 那就变成了一个一定范围内的贵族民主 或者高官民主 如果这些内部再分派还会怎么办 这民主会不会扩大 会不会去寻求各方面的同盟和支持者 会不会党内有派 这些事情都只能规则 只能推理 但是我觉得这个推理是因为 这前提是出了问题 以前的问题 以前的规则 这个在政治体制上 我觉得在未来十年 会是一个 由于以前的规则不明了 会出现一个重要的新的探索 探索新的更有中国特色的 更适合中国此时此刻的 幻灵的一种新的制度 也就是规则 这是第一 刚才说了经历 又说到政治 我还有时间 有 有 有 再有就是 一时想跟他说一句 就是女孩儿子怎么不负责任 哈哈哈 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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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接着说 哈哈哈 意识形态 我们现在在说核心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 是什么 诸位说得出来吗 我们当代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是 党很宁愿是说 是党的领导一切 三个代表 推发展观 不管是三个代表 还是推发展观 您的背后都是一句话 就是掌握科学的人的领导 或者代表着大家的领导 也就是 党的 党的当时不是谁都能代表党的 这是政治局 那个 那些 英明的领袖 他们设计的 那就是英明领导的领导 这是 核心价值 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我猜啊 学习不好 我 我对这个 这个 文件精神领导 还有是什么 核心价值观 但是 民间的核心价值观 是什么 民间的跟官方的很大差别 我听大家鼓掌 一说那个 某些话 大家的鼓掌 我觉得那这表情出了一种 核心价值观 没有核心价值观 其实那个核心价值观 是 西方传来的 或者不是价值的 或者是 缺乏中国 根基的 比如说自由 民主 民主 宪政 刚才他们都在50岁 这个 核心价值观 这种核心价值观 在未来 有没有可能成为 中国的 核心价值观的主流 成为这个 真的 它进入核心 它能不能跟官方的 那种核心价值观 形成整合 或者发生了 那种症病 或者是 种种 种种组合的可能 我觉得 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 民间的这个 以自由主义 为标志的 或者为主导的 这种核心价值观 要完成很多 自己的 自我完善 刚才说 仁义道德 还有西方的 自由民主 他们有没有共通点 这个共通点 我们怎么 我们找到一种概念 来做绝合起来 把它 让外边的自由主义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 长到根 让中国的根 长出来的东西 通过架接 长出一颗自由民主的树 最后变成一个东西 能不能长到这种 我觉得这就是 所有的文化界的 那个 人士 做文化 在文化领域工作的人 最基本 最重要的 文化建设的使命之一 就是完成我们 传统的 创造型造化 或者是完成 外边来的种种 具有股市价值的 好东西的 与我们传统接规的功夫 我猜想有一些 重要的特征 是未来的这个 文化形态的 一些重要的特点 第一是 我们自由民主 这些词 这些概念 要跟中国的一些 最基础的概念 历史概念 接规 我找到的一个接规的词 就是 分 名分 这个分 名分 就是 权力 right 这个翻译的 最拖达的方式 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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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分 分 分 你自己 这是我的分 你不能太过分 这个分 说的就是我的权力的边界 在这个权力边界的半围之内 你爱干什么都行 你在你家的这个一亩三分地里 你一天擦三次地 擦十次地 那是你的自由 只要你不怕受累 你随地大小便 吃饭啦撒睡 都在你的地盘上 也随你便 没人管你自己自封自首 这不分好快 只要是你的地盘里 你就做 你的那个分 就是 这就是权力的单位 而权力半围之内的活动的选择余力 就叫自由 我们可以在中国的这个分 明分 中国 儒教又叫明教又叫明教 不同的分 不同的这一块一块的这个空间 雷起来 变成一个结构 就是礼类 我们如果对这个分 用这个分 来翻译right 翻译权力 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接轨的方式 当然中国古代皇帝的份 是我最大的 他一百平方米 我们小的也十平方米 但是我们可以论证 这个分的编辑在背后 力量的互相作用下 可以性感 可以演变 有的民可以扩张 有的官 他可以缩小 而且缩小对他有利 要不然他经常过分 最后伤到自己 最后调整出一个 适当的一个分剂的变形 找到一个变化 我找到的这么一个接轨的方式 就是把权力 义务 把权力翻译成权分 然后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就可以把中国历史上的 所有对分剂变迁的那个 那个历史鸡蛋 都变成我们逐步地走向民主 走向公民权利的 那么一个历史经验 我们看到它是怎么变的 这是一种可能 还有那个我想到的一个特点是 我们最高 我们现在要骂人 要诅咒 我们能想到的最有力量 能调动自己的感情 而且能够让对方觉得不舒服的 诅咒方式是什么 我们要找到那种有力量的概念 这个概念仍然活在我们心里 我们把这个东西跟民主自由 有分那个有不是价值的那些好东西 联系起来 我能找到的这个概念 比如说 诅咒方式 比如说 天灵 天灵 天灵不容 没良心 等等 这些法然方式 比起那个什么那些国法来 好像更有力量 更让你觉得会动心 你觉得这太过分了 丧尽天灵 你看一个说的是天灵 没天灵 一直没良心 而且这个 天灵和良心又互相结合 就变成天灵 但是我们的良心 按照儒家的说法就是 天灵 换到我们的心里 然后就生成了良心 就是天灵的表现 就是良知 儒家这个思路很好 我们能把这个东西 结合成中国的 现在的这个新文化的一部分 那天是什么 我们对天灵 是不是还仍然有足够的资助 如果不够尊重 那不就是太阳 月亮 太阳系 银河系吗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 变得更需要一点 变成造化 造化是可以对人的行为 做出反动 可以做出讲诚 它不是天 也不是人 但是它既是天 又是什么包容的一切 而且它是有动感 它是有灵性的 造化不是一个 不是太阳系 也不是银河系 那我们就在 把这个上帝的位格上 安一个造法 这是如是道都正的那个 自然的 世界的创造者 那个位格 而且它是 能做出报应的 我们在内安排一个位格 同时它进入我们的心理 通过进化 形成我们的心理 形成我们的同情心正义感 这就是我们良知的内容 而同情心正义感 是进化一步 有这个特征的人 也就是有这个人和义 同情心就是人 正义感就是义 有这些东西的人 它可以更好的跟别人合作 它生活的 它会有更多的后代 于是我们 它就有更高的生存概率 这些人能够繁衍 能够发展 这个总如这些人 都能够繁衍得更好 会在这个世界上繁盛起来 而无人不仁不义的这个 没有同情心和正义感 会被互相淘汰 最后整个这个 不仁不义的族群 又会被淘汰 这不行 我当然 总而言之 像天理 良心 造化 权分等等 这些词都可能成为一个 对过去和外面 现在和未来 基本也是一个概念 就在这些对这个概念呢 从新整理 从新解释 和从新建构之中 有一种新的文化的体系 就给我们的声声 谢谢 谢谢 谢谢吴思先生 这么乐观 就是我们有的等 有的要努力争取 它是很乐观的预测 我们讲的也许会有很好的一面出来 而且提出一些非常有趣 很值得大家再去讨论一些的题目 比如说到底right 能不能够一成份呢 这个翻译的玄妙又在哪里 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 等一下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那么最后我们就请苏国振 谢谢 苏国振 谢谢 谢谢 我很高兴 我从台北昨天提过来 各位相聚一堂 那么多学者 我原来不太有可能有这个机会 和大家一起随着讲话 那么我呢 是很多的十年都很不明显 所以我也很乐意争取到 来讲讲这些 怎么想象的下一个十年 我给你说这个十年很不明显 十年前我不会用电脑 我现在还不会用 手机 那时候用的人很少 那么大家一用呢 用得很好 我几年前有一个朋友 发给我 这个手机 我就开始用 我到现在也不会发短信 所以这个变化呢 我想我这个例子也可以让大家想一下 刚才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农村的买房子 我就很有兴趣听 到底这个价钱是多少 然后这个到乡镇 就高了一点价钱 农村跟乡镇 现在的距离可能就是 这个开启车五分钟 它价钱有更大的变化 我就说中国呢 是一个 我从小就很想望 要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 还不能想象 有一天 我们可以去 那个时候 随身那么多的十年呢 还有去 我现在呢 混了五个多十年 我今年五十八岁 我比男青兄 大一岁 所以他的年代跟我几乎一样 但是呢 两个地方有点不一样 我们那个地方 就是原来以前叫做铁木里外 所以他很多这个铁木的感觉 不一样 所以八十年代 北京呢 它有了中国人的摇滚乐 那我们就说怎么可能 怎么那个流量的摇滚乐 我们的摇滚乐 是 就是五十年代 开始有的一种东西 也是一个战后的表现 战后的年轻人 成为一个战后 他的这个很跳达很浮浪 这种东西 然后后来把以前的音乐 表达出来 所以这些很多的十年 我想很有意思 我很想稍微聊一下 我现在就讲就是说 我自己 这个大概就是十多年前 有一个音乐队跟我聊天 他就说 叔叔你以为 你一年赚多少钱 你说我赚多少钱 他们有没有考虑过 假如有一个人呢 他请你到一个地方去做 做经理 让你 我要想多事情 一年的典型呢 可能给你 六百万台币 就差不多 一百四十万人民币 你干不干 我一算 一百四十万人民币 十年一千四百万 就剩一点钱 我那时候 四十多岁 我想四十多岁到五十多岁 是人生最重要的 一个十年 我不能够 用整一千四百万 就把它换掉 他想做这样 那又隔了十年 只要人家Hellwood 说 给你 三百万人民币 一年 能做十年 你要不要 我想五十多岁到六十多岁 更珍贵 GDP 前面更差 更不能交换 所以这种十年 每个人他也不同的十年 各位现在有二十多岁的 不管是八零后 一定要很珍惜这个十年 也都不能交换 所以呢 最好能交换 就是 我先今天能够来 跟各位讲 多年我活的 跟很多的学者 很多的真正文化的人 过很多的事 知识分别的事 时代的事 有点不一样 我是半个盖房的方式 天天在外面路上 风晃晃晃晃晃 所以我很希望 那一 刚刚听到吴斯先生讲的这个 乡村的房价 我一辈子呢 我现在 只有五十八岁呢 我还没买过房子 我想 假如我要买房子 能够买到哪里 我常常在想这些乡村 他们说 你去中国大陆 有感到那么多地方 去哪些人 我说 我去了安徽的静庆山 结果那个山 三百多米 他就跟你白想走 所以相看两不业 不能三百多米 因为三百多米 水冲一冲一下 你看见了个山 那个山 没有什么东西 那 现在很多人做开发商 三百多米盖房子产 那些高楼一盖 塞得满满的 跟 这个香港很多 六百米 五百米的盖 满满的都是 那些房子产 一间一间做的 冰上去的 我也写了 就是说 所以 你去那些地方 可不可以在宣城 找一个方法呢 做一个 家里有梁武柏田 耕骨 我们讲耕骨呢 是文人的用词 刚刚有耕骨 这个字的时候 已经不耕了 只能耕骨 那梁武柏田的时候 已经基本上 没得耕了 就是说 你已经提升了 你讲这个字 虽然是谦虚 已经是可以 所以 也就是说 农村的人 已经乡镇化 我们现在 连乡镇也不大有 大家都说 扫墓 回家想想 中国假如将来 没有农村 多麻烦 一定农村要 跟我现在住在远京 一样 就是要住在 大圈圈里面的小圈圈 小圈圈里面的黄圈圈 我都是住的 离故宫不远的 他们说 安排你住万豪 我说不要 我要住到 二环以内 我要离山谷呢 就可以到 这个 景山 山谷就可以到 乌厚的 什么方便的地方 住一样 住在四合院里面 最好价钱还便宜一点 比如开窗 我就觉得空调 很闷一样 他们说 你怎么会有这种思想 下一个十年 当然应该是更方便了 每个人都是用微博 所以 我想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概念 但中国绝对要想办法 要保护住这个黄尘跟这些很安静的胡同色保护材 农村将来要跟物工一样可以保护 假如他们没有农村的 不能回家 我搬家 出来外国念书了 到了中秋节的电话就来 就是说 你怎么不回家呢 我这个责任变强就是说 中秋节 我不回来过了 我们这边十周年大会 好多事啊 什么什么的 他回答的 我就知道 原来家里头 在湖北 还是一个很好的风俗 都能回来一讲 我昨天听他在电话里一讲 这个湖北话 我就很高兴 那就是跟汉调一讲 这个也有点像听京戏 我当年特别到了武汉的时候呢 我从武昌来 特别到了汉阳 到了一个地方呢 柏牙宗子其类的一个小地方 听那边再唱一戏 赶快就坐下来听一下 这个还是很过瘾 所以 那么这个十年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假如大家 要想象下一个十年 第一 要警觉我们普通人 老百姓的问题 就是我这十年 会不会 我原来买不到的房子 可以买到 我也不要买到 六百万 我不要每天花一个小时 有四十分钟在交通上 但是这个问题要整齐 他一定有更有想象力的方式 你不能说他把交通弄好了 然后呢 让别人太多人掉进来 北京就维持一千两百万不可能 将来会三千万四千万六千万 因为他开了这个楼 我从来 我昨天坐飞机呢 要下降的时候呢 因为前面都下过也很干净 他说我们因为天后不良 他在电 那个飞机上他就波音 我们因为天后不良 所以我们要提前降落 这倒厉害 他怎么提前 后来就差不多降落的时候 我就远远的一看 哇 这个楼房 那么远的农村都盖着香港式的这种高楼 所以很了解 那我因为来自台北 想各位有机会来台北的话 这个这个也有 也不算太麻烦的话 可以联络我 台北就是有两百多万人口 而且还缩小 然后他已经开始不堵车 这个十年 台北跟上一个十年不同 就是他不堵车 很特别的一景色 那我觉得北京 怎么样也会变得这样 你要让他自然的缩小 你要让他很多人 不去赚那么多钱 他可以 就是台北有的人 他就做做饭团 卖卖烧饼油条 他勉强可以 因为他已经失去了 那么竞争的意志 他失去了去抢夺的意志 因为他 他抢上一阵子 他有 所以各位呢 要很快的让自己抢到的 很快就平下手来 好像觉得 哎呦可以了 我写了十年 满成功了 我现在玩玩花 弄弄这个弄那个 或者就是准备要怎么样 他 你要 你怎么找得到这个想象 你怎么找得到 我停下来 所以 这个 但最重要就是说 我们人生不够百年了 等下大家照话够的话 有的就六十岁 有的就七十岁 有的就三十岁 有的就是说 反正都有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时候下车 所以你要抓住你的时间 假如你就是这百年 你往后也没太多的时间 每一个十年 你差不多够了 你要停下来 他差不多开发 可以了 他 不做开发 他这些方式不盖 他 是不是 这个万科他们做十年 他就被千科了 还是百科了 对不对 他有些他 就被收获 他就 就是 不往下盖 他要停 其他人也不要接着来 所以这个 那中国大陆 他这个十年 只要往下 下 收缩的 十年 还是要扩张的十年 他这个很多的想象力 我觉得就是 我也 不太知道 应该要怎么去想象它 但是一个人的问题 他一定要想要解决 你只要想这个解决 和自然界的这个 他的呼吸 要调适 有的就是说 每个人想说 我可不可以 多赚那一分钱 我可不可以再 多写了几本书 我已经研究了好几年 做了好多的研究 但我把这些东西 归解出来 一定是一部剧作 但是也很可能 你应该把它做小一点 他们说 这个浩子几亿 筹拍五年的片子 通常是灾难 通常你要筹备越久 想要把它拍好 那些片子 很不好 那些三天就写出来的剧本 常常 他会非常好 人人讲他说 他想要写个《红楼梦》 不是每一本 朝铁星有好多本书 他没写 就是 从仓处之间写的《红楼梦》 可能特别好 所以 这个 我想就是 大家要懂得一个规模 大家要懂得自己的这个份 自己的这个share 这个份 你拿多少 抓得住的话 就 应该可以 我 我想我少讲一点 那 谢谢大家 顾哥刚刚从历史开始讲想像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 我最早开始 在接触所谓社会想像的 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因为 读历史的原因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 《红楼梦》 讲朝铁青 一辈子就是一本书 我记得以前在看文学史的时候 就常想这件事 比如说你看 曹雪芹那个年代啊 跟我们今天是多么的不一样 在那个年代 曹雪芹出了一本书 叫《红楼梦》 假如他真火了 那时候 不会有记者马上去追访他 不会 接受几个访问之后 就被人说他在炒作 也不会被人拿他的声势来说什么 特别大的文章 那么更重要的是 他这个书出了五年之后啊 不会有人问他说 哎 曹先生 您下一部新著 怎么还没出来啊 该不会是江郎才进了吧 就我们 只有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 我们写作的人 出版才进入这样的一个循环 就开始觉得你 出了一本书 你还要出下一本书 而且你下一本书 应该要比上一本书更好 这在以前是没有任何一个年代 没有一个文学家 一个作家 被这样要求过 我们这么一比较去看得出来 原来我们以前曾经不是这样 我们是现在才变成这样 我们现在既然变成这样 跟过去那么不一样 这就表示 我们还可以变成另一个样子 我们现在习惯的这种种模式 这种种的社会的制度 生活方式 都不是必然如此的 都不是固定的 它是演变而来的 既然是演变而来的 它还会演变而去 所以我们绝对可以 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 那么现在 我想看看台上几位 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意见 可以大家先向互相提出一下 就你们几位有没有什么 刚才听完有什么问题要互相问的 都没有 我就是觉得你很会说破 这个麻烦的故事老奔 你下一步著作是什么 你如果说没有 他说你将来 将来才进 如果你说有了 他说你不甘寂寞 对对对对 没错这就说错了 我就是觉得在中国做人现在是越来越大 我只有十天工夫就到鬼门关了 陈南京那边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节目 我才 我才 我们才在聊的时候 鲁迅要说我在今天会怎么样 那他就完了 就首先这个狗仔队追踪他们 许广平 说这个无耻的作家 表面上是社会良心 私底下高女学生 然后 对不对 然后许广平将来把那个手稿出了 就是恶意炒出 哈哈哈 好 那么我们现在开放给下面各位 今天来的所有的朋友们 那边有个朋友 有没有人可以拿麦克风给那边那边 对 谢谢 现在我们也勉强 算是一个80后吧 台湾自己这个 最近那个时期已经很强化 这个自己都是八十米开发的 从那个互联网来看的话 总体感觉 它是在我看一个越来越封闭的一个方向 那比如说那个 手机的信号 像现在流行的苹果 苹果是一个非常封闭的主台 反而在大空之上 然后那个 再讲到Google呢 我们的Google的那个云计算的时候 也相当于把所有的资料 从它的一个主台 也相当于一部大封闭 然后从全世界来看的话 它所有的这种各国的互联网都在封闭 尤其是中国 中国现在可以讲 应该说算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局域吧 那个 还能感觉到 作为一个八十块来讲的话 感觉现在的中国 确实越来越不好过 包括大家都应该知道 不能说北京的买房 或者说 那个 所有的 都在上讲 然后从自身来讲的感觉 我记得有一句话是 说以前是一个 做我的农历的年代 就是大家是 可以说 我老老师做农历 我有房 有吃 有穿 那现在是一个 想做农历 要负责的年代 就是买房 OK 买不起 然后我想治病治不起 我教育 孩子教育 我也是养不起 那么 确确实实 你在满足这些条件的时候 你就没有心思想 我要去为自由 我要去为民主 我要去 去为奋奏 去有些理想 你已经被冒败了 你要不真的去挣钱 去养家风口 要满足我的这个小圈子 我这些人的一个生活 所以从未来来看 也确实感觉 不是一个非常 非常乐观的一个情况 还有不感觉 从自身来看 这些东西 怎么去讲 刚才觉得 各位讲的民主的 民主未来集合 或未来分发 不是很冷吗 看一下 好 谢谢 那么 谢谢 还有 还有东西吗 可以了 我最简短的回应一下 这位朋友 我非常同情你现在的处境的感受 但是我要说 你把民主自由的追求 不要作为一个专业性的工作 因为不是做民主自由的历史的研究 做民主自由的世界各国的比较 而是说我们要在生活中间的每时每刻 在我们的周边 周遭环境的这样的适应和感到过程中间 去追求自由 而不是说 只要挣钱 只要忙着挣钱 就没机会 争取自由了 我 我 我不知道理解你理解了 对 对我 我完全赞成 我觉得 比如说你医疗为什么那么贵 为什么看不起病 你顺着这个问题问下去 争取一个更公平的医疗制度 这难道我确实在占据民主的自由吗 曾先生 其实这个让你讲以前的人都看不起病 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动静 让你讲以前是什么事 但是我也不否认以前 大概也有 但是我们上面的一个观念就在于 以前我们这个福利是皇恩 假如皇上可能你要三公万岁感恩 但是皇上如果不给你 你也是不能要的 现在我觉得这个观念在主要改变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个观念 就是我们像这个所谓的公共服务 是我们要求的 我们有这个权利要求 如果统治者提供了 那是应该的 但是如果他提供 我们就可以对他进行认识的 你像瑞典这样的国家 从小到全部都是国家提供的 那是你请哪个瑞典人高呼所谓的 什么翻身不忘社会党 是吧 什么新的话 谁谁谁呀 没有的 是吧 韩国的讲 政府提供这个东西也不是他也提供 是吧 瑞典人经常是社会党制论 但是也有国自由党制论的时候 自由党是很喜欢国立国家的 但是他也不能不提供 到底很简单的 不是他想干就干 他不想干就不干 这是他的责任 所谓责任就是 你想干也得干 不想干也得干 是吧 那么我觉得你刚才讲的 这个很多问题啊 其实就是你自己的切身经历 你已经感觉到 是吧 我们应该要让统治者尽一些责任 同时这个统治者的权力如果太大 我们也要限制到 比如说他随便采与的房子 是吧 比如说你以前如果想 想就算是做满贷吧 你想做满贷和朋友成果 是吧 像这样的事难道与你无关吗 是吧 和你的现在的日常生活无关吗 其实老实说 什么民主啊 自由党权这些东西 并不复杂也 并不神秘也 并不遥远 是吧 比如说波兰 波兰的传业工会 那 波兰的工人当年要了什么呢 其实要的东西很简单 是吧 就是要便宜的肉 是吧 发现那个肉放假了 是吧 他们就觉得愤怒了 是吧 比如说要抗议 其实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 其实这个东西你抗议不造成 是吧 因为搞市场经济 这个肉架本来应该是不犯政府 是吧 是吧 这个政府 你现在 现在的波兰 你不会关心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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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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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时当时的 波兰人 为什么他们会去抗议呢 是吧 是吧 大家想想为什么 其实道理很简单 是吧 是吧 你这个国家的权力是无边的 为什么你的责任就会有缘呢 是吧 你的权力无平道 那当然老百姓什么东西都会要 都会都会找你 这里我要讲波兰老百姓对和中国的老百姓相比 它的进步在哪里面 并不并不是进步在它最早的比中国更早的认识到什么市场 你统治者有多大的权力你就必须承担多大的责任 是吧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互财 没有什么 你想干什么 你就可以干 你想不是干什么 就可以不干 是吧 既然你说你权力无尊大 那么当然我就可以 无限制的要求就有责任 一直要求当你胜不了责任 是吧 你胜不了你就会说 哎呀 我已要求的这些东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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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法提供 是吧 那么好了 那你能成功什么呢 我 我能提供风格的服务 是吧 我能提供查风报纸 就是 是吧 这些服务对不起我不需要 是吧 那么好了 那你 我能提供的 比如说我可以给你搞活房 我可以给你搞医疗 那也很好 这些服务我需要 是吧 那么为了你提供这些服务 你要征税 它可以 但是我要检查一下 你拿这个税 是不是拿去搞这个 是吧 是不是拿去搞我需要的影响 这就有了什么呢 这就有了讨价 是吧 这个 你需要有多少的权力 这个权力 是吧 可以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是吧 这些东西就来到吗 权力和责任的 这个讨价 这个讨价就来了 而且我相信 老百姓中肯定对这些东西 是有不同意见的 比如你说 你刚才说 你看这些病 你希望国家 多高一点 这个医疗保障 但是我相信这个社会中 也还会有人说 我们不需要 是吧 它肯定 我们完全有足够的钱 是吧 但是我们害怕政府 权力大了 公分医疗好多了 受罪会受到很多 是吧 会影响我们的自由 是吧 我们不需要政府承担 太大的责任 但是我们害怕 它有太大的权力 是吧 我相信老百姓们 肯定会有这些 不同的声音 很好 有了这些不同的声音 是吧 我们也有了多一点的话 是吧 有一些人说 政府应该有更大的权力 因为我们希望它 承担更大的责任 有些人说 我害怕政府 有太大的权力 因此我也不指望 它承担太大的责任 只要有讨价还在 这个题字 老实说 我们现在追求的 所有的这一切 哪怕你不用这个名字 哪怕你就用人一道的不行 是吧 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实现了 这其实是很简单的 而且我们可以从 每一件事做起 是吧 比如说 以前政府可以随便抓人 有了存志刚事件以后 它好像就不能够方便了 是吧 那么现在好像 以前这个政府 这个什么 最低保障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东西 那就是保障好大 给你你的感谢 不给你 你也不能要求的 现在好像 如果没有社会保障 这就成为一件 好像是一件事情 是吧 就是它好像 这个责任就推卸不了了 是吧 我觉得 它将来有越来越多 它推卸不了的责任 又会有 它认为能够 耐用权力的这个空间 会越来越小 实际上我们就在 要找楼上来向这个方向的卖进 我觉得这并不神秘 也并不遥远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我们每身边的日常生活中去推动这一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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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们一人就提一首好了 对不起 好 这一位 罗上各位都是我尊敬的老师啊 你们的很多作品我都拜不过 那我非常欣赏各位的这种谨慎的对未来谨慎的预测 这次我想起有一个笑话就是说 对未来预测就好像预测女人前往医院去隆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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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种结果 第一种结果出来是大的意样第二种是不大的意样第三种是一样不大 第四种是不一样大 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的这个也肯定有光明的前景也可能是坠入的这种黑暗这种 我有时候也是比较悲观不能落观的日子 那么我觉得上次各位都给我非常大的启发 包括各位帮我吃所讲的这个伯雷克里的话 幸福是自业的故事自业是勇气的故事啊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说 如何从中国的传统中吸取力量啊 把这个以西方的自由作用起来 我也不认为中国的这个政治 两千年的政治都是道德政治 而中国的学问都是无耻的学问 同时呢我还认为就是仅凭是自由民主 可能不会抵达未来的问题 也有什么要呈现信仰和道德的秩序 最后一点呢我想说 我们想看下一个时间可能魄力还不够 我们知道美国也有一个非常畅销的风教 就是未来一百年 美国人这一百年未来一百年都预测了 包括预测福尔西日本和美国开战 预言中国的这个溃败 那我想说我们的勇气预测未来 以情是否还可以再大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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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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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看的自由的概念就是意志 意志的自由 意志的自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选择 首先你有选择的自由 我可以就是我可以自由的选择 但是我可以不买单 人的一些人都可以是人格之独立 就有一个人格之独立即无意志之自由 你谈不上的 那么人格独立就是意志自由的前提 那么人格独立的前提是什么 我认为是经济的 没有经济的土地 就没有人格的土地 没有人格的土地 就没有思想的土地 也就没有一致的自由 而中国的一个问题 就是长期以来 会解决产权问题 从从古道题 你说那个土地是谁的 土天之下墨废望土 但是又可以买卖 最后就行 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从三千年前 形成了一个 既不是公有制的所有制 也不是私有制的所有制 是不公不私 一公一私 又公又私 又不公又不私的 那个半不半私的 说个清楚 不是 不是 我这一口气说完了 对不对 所以在我看来 真要我展望未来实际 我最希望是能把 产权问题弄清楚 产权问题弄清楚的 有个私权 有私权问题解决 你才谈得上供应权力 你才谈得上公民社会 你才谈得上法制社会 这个问题不解决 都没有 我对我一句 对我一句 比方说 你的房子是谁的 我们所有人买的房子都飘的 好吧 我们 因为还剩下半小时 我们让其他人的行为 我说一句话 我先说一下 我再说一下 我再说一下 我说中美 我说中美 我一无二人 我再说一下 我一无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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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脚 我完全不容易 你过去了 你讲的传美 我一下在这 但是 中国人 我应该说 中国人 你别说 看在容许四人 吃了空间 现在呢 现在连菜刀都会进来 难道不是 飞锅吗 谁让我说 你们这些人 都不是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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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可以代工件是皇上赐给你 赐给就不是自由 这样子我们 这位先生 我认为让点词会让其他人提问 而且我建议大家 不妨接下来有问题直接提问 直接提出问题 然后我们让台上的朋友们 直接回答 谢谢大家 中间那位穿黑色衣服的眼睛 我就单约一点说吧 刚才郭卫芳老师在演话中提到 一个九龙制水 有九龙都不制水的问题 那三句心安或者说出版这个问题 好像谁都可以管 但中国又谁都没有管 我想这又不只是三句心安 或者出版这个问题 在中国可能很多方面就是这样吧 然后昨天晚上我看见郑永年先生的一本书 他就提到说 可能中国的这个民族国家的建设 还没有完全的完成 那他讲到民主化对于 摧毁一个建筑制度是非常有效率的 但他在建设一个制度的时候 可能不是那么有效率 他就担心一个问题说 我们现在是否已经完成了一个建设 是否就急着去改成外面之后 是不是今天的问题都能够解决的 然后我们这样分享各位老师的意见 谢谢 这可能问这个五年比较合适一些 因为这是他书里边的观点 不是我们的观点 我自己觉得 其实中国这个样的国家概念是从近代 从西方进的 所以整个建设的过程中间 就是边破边利 边破边利 破利之间就建设成为一个畸形国家 就变得非常的万一的一个状态 那么现在你必须要去随时去清理 就像你的硬盘啊 那些病毒要清理一样的 你如果不清理的话 就是病毒又会越来越严重 使得整个的国家 越来越变成一个邪恶的存在 所以我想这个不存在一个说 等船不出界好了 然后我们再看看有什么毛病 那读 那读吧 好 谢谢 这里面说的叫什么话吗 在哪一本书啊 可能我个人的有一定个人 是吧 因为我好像没读过它 这么起落 没关系 好 我们看接下来还有哪一位 那边有位女士 对 就是您 等一下麦克风就到了 我想问一下那个书国志书先生 您刚刚说的那个就是 意思就是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去奋斗 但是你奋斗到一定程度 你就要回归 是吧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你什么时候能确定你到了那个度了 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我们改变我们能改变的 然后不能改就是浓人我们不能改变的 但是就什么时候你知道这些是我们能改变的和不能改变的 就不知道这个人怎么弄啊 谢谢啊 所以这跟这个肿瘤的大 这跟肿瘤的大小一样 就是说到多大才你认它是肿瘤的 然后我们说两亩柏田一样 就是说人人有那两亩柏田 大家现在说我们能不能在北京自己的公寓外头种菜 因为外头菜不能吃了 那外头种菜的人他的菜干嘛不能吃了 隔了太远了 我们所有的问题就是隔了太远 你隔了很远才可以找处理很麻烦 因为车已经塞了 就是说六十万辆的时候 你再输到这八百辆到这边 再两百辆到那边都不行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会看的人 有敏感度的人 或者是说他有这个灵气的人 所以有灵气我们常常去外头演讲 我们站在上头一看 下头他长个脸 就想我讲他轻不轻地懂 所以叫灵气 那为什么电影都找有一些人做他的演员 他要找英雄的角色 就是这些人传达那个意思最明显 他找到这个男主角 找到这个女主角 他千找万找 一讲他就讲一点很简单的意思 完成很大很大的这个群职 一样的意思 就是我们不是 我们为什么要赚那么多钱 或者是我们要准备好多少 才开始有民主 才开始想更多的自由 应该很多身边的自由 一点一点的也要收集 就是这个农村他都开始 下一个时间讲没有农村也很麻烦 那那个时候大家再回归农村 到农村把地价再涨价 大家再买回去再买几块钱 自己种着玩 然后自己种的因为少 所以卖出来贵 都在一个很特别的市集 早上能出来两个小时 最好的青菜就被抢光了 抢光的好的青菜 好开车开的远一点 他再把这个菜卖到下一城镇 那会相反一样的意思 所以就是说早一点来看这个可能性 现在十年可能变不了那么多 但是将来一定会变到没有农村 只要按照这样的效率 或者农村都是盖着包房 谢谢 谢谢苏格 好 接下来我们看 我想向各位老师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前段时间 我通过网络看过 梁文道老师和农村老师 关于边陲融合的一种美好期待的一段对话 然后看过之后 我思考了一个问题 就当今政府我们在国家 设立了很多少数民族自治区 同时我们宣扬要 遇中他们的少数民族的信仰 以及其文化 但实际上当我们看到在我们国家进行现在化建成的过程中 当这些少数民族的同胞们 他们努力在维持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 以及他们自己的信仰之后 国家却以这个叛国罪 还有一些恐怖分子的名义去定义他们 而且还有另一方面 我们的文化过还有宣传过 我们在宣扬保护文化遗产 但实际上当某一个地方的某种文化被定位遗产的时候 政府往往会唱起这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这个活动 反而会对这种小数民族文化造成危害 所以我想问问各位老师 在未来的这十年内 这些跟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小数民族同胞们 当我们大多数人只有在春节晚会的开场午餐会想起他们的时候 他们这些小数民族同胞们 他们跟文化合去合同 而我们作为个人还有我们作为学者 在尊重文化播样性的这方面 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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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文道夫其实你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过于收敛了一点 的确非常感谢你对于杨文章先生和我的对话的关注 我们当时也确实是对话题目叫从边陲看中国 因为我在西北边陲 他在东南边陲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东南呢 其实现在越来越被认为是很中心的地方 政府的广州的人从来不会认为他们是在边疆生活 而我在西北就觉得 哎呀 被发配了 流放了 这个话都有 那么你说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 或者有几个敏感的问题 我自己持某种批评态度 包括对现行的这样的一个自治政策 这个自治政策 某种时候凸显一个民族的地位 但是凸显的只是一个民族 比方说维吾尔族 但是新疆也有很多哈萨克族 还有几多比方说回族的人 那为什么不叫哈萨克自治区或者回族自治区 那当然是叫人口最多的 但人口是在变化中的 所以现在也有当地人 包括一些维吾尔人也不觉得这个是多不好的一个奖赏 因为只不过就是说自治区的主席一定是个维吾尔人 其他人是不可以做的 但是自治区主席还是汉族人的部下 因为他是书记的部下 这个自治到底怎样才是自治 这是需要我们从更深的角度去反思的 另外我觉得的确像你所说的 不要轻易地把任何对政府的批评 来自民族的朋友对政府的批评 都视为这种反叛 这个对于个别的地方领导来说 他愿意去做这样的解释 只要一上街游行就说 这是独立势力 这这样的话掩盖了他所有工作中间的事物 他都可以推倒为一个政治局去解释它 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保障 民族地区的其他的民族人士 也跟汉民族一样 比如说孟安的老百姓闹那么大 不说孟安老百姓在搞瘟独 这个死守的老百姓闹得很厉害 也不叫死独 但是一到那边就叫僵独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 不公平的事情 然后呢 你知道现在经济方面现在正在大规模的进行一种所谓的对口资源 对口资源 那么上海资源哪儿 这个这个这个我们的十分之处属于辽宁资源 我觉得谁资源谁都难说 那个这个辽宁的他哪有能力去支援我们 这个有点感觉有点什么什么山东资源踏实的一个片子 现在这样的一个态势我觉得还是显示了 很多的显示了现在政府对新疆问题的一种关注 一种所谓对新疆的经济方面的一种知识 那新疆资源的非常大的一个资源 地下资源也好地上的那个东西 现在大家感觉到你说 谁要对我们有定价的权利 比方说天然气石油煤 新疆地下多得很 地上没东西的地方 真主都给了补偿在地下的棒的那儿 所以他们就希望说在定价这个方面 让我们是否能够有更多的权利啊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的情况 所以现在这方面是不是能够再努力一些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想象在更高的层面上去 让大家对国家有一种更加好的想象 让每个人都感觉到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国家 比方说这个层次并不高 我看法国足球队我就想象不出来 法国是一个历史上是一个白人国家 因为足球队基本上亨利啊什么其他 都是一帮的好像不是 不是那个欧洲裔的 好像欧罗巴人 而是南非的呀 是北非的呀 什么这些 这些族裔的 那国家政府 你可以发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美国现在行政首脑是一个黑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个大法官 现在中间没有一个是基督主 全部都是天主教或者犹太教的系统者 那思维理性 民族也是多样化 你知道有一个叫托马斯大法官 是一个黑人大法官 托马斯大法官在涉及到保护黑人权利的方案 他投的向来是投不利于黑人的标 在许多人看来 他你刚才说有一个案件 是密资安大学的一个招生案件 结果大家在这个投票或者会发现 托马斯就认为 就不应该给黑人特殊的游户 黑人就是 你叫他自己能够站起来走路 为什么一定要特殊的给个 正多的名额 叫反向补偿这样一个指标 一个唯一的一个黑人大法官 投的非常坚定的一票 在许多黑人看来 这简直是我们的叛徒 但是你知道 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 在实现的某种融合 在增进大家的相互的尊重和理解 我们的住宿中间 政策局常委 九个老男人全是汉族 最有权利的九个人 没有一个其他民族群的 别的民族怎么想象 其他的国家籍的布置里面 有个别少数民族的 人们还觉得 不过就是一个花瓶而已 百样的 百样的 那你如何去让大家想象 这国家确实你看 最高华人具有权的法官 也有我们族群的 然后那这些这种制度上面设计 我觉得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 好 谢谢 谢谢 我可以 请问你 你刚刚提到 其实除了春晚之外啊 还有一个场合呢 少数民族同胞的身份特别显眼 就两会 两会他们都会穿着自己的民族的服装 偶尔还会在记者的要求下 宅歌宅舞 我从来没见过汉人代表穿汉人服装 然后唱汉人的歌跳汉人的舞 那就可见 这除了说明 就是这些少数民族代表 是一个window dressing 创世之外 还有另一层意思 就是 从来在一个国家里面 只有少数民族的少数身份 这个身份被注意到 他作为一个民族存在而出现 汉人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民族 就我们汉人啊 从来不觉得我们叫汉民族 就我们对民族身份是不自觉的 乃至于 乃至于我们以为我们汉人的身份 是一个最中性的 最普遍的身份 这就是刚刚我讲普遍的时候 就会忘记了少数差异的存在 有点像以前的白人啊 他们从来没意识到 白人也是一种 白色也是一种颜色 这个公布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时候 就是少数民族要说 回 回沃尔 但其他人都不说 其他都不说 对 因为你是中性的了 你变成一个女 最正的了 最中性 你不需要强调人的女主持人们 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后 对待 在少数民族的时候意识到其实我们讲的汉字 汉语 我们讲的农历新年 我们讲的中秋前 这都是汉文化 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你怎么对待藏人 怎么样对待维国人 你的感觉会不一样 好 我们接下来 我很简单说一句 就是我回答那个女生 我在国外 老有人问我 你在美国 有没有感到种族歧视 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感到过 我觉得种族歧视 最厉害 我感到的是在中国 没有一个民族 这就比中国种族歧视和种族侮辱更厉害 好 啊 那边有位男生戴眼睛 对 是 啊 不是你 我解释 后面 对 哈哈哈 我想问说 我说今天有什么问题 你作为历史的当事人 当年台湾警察港镜暴露的时候 你的感受的是什么 我是比较糊涂的 比较不理解这些政治 所以你问我呢 我不是很适当的回来 但我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就很多人他期待这个 啊 终于什么时候来了 那我那个时候呢 啊 有种 我应该这个人还在美国 但是我并没有太 看有些人聊到别人 但是我想这个事情 它会越来越 有的是你当时没有那个感觉 后来会越来越浮现 呃 我相信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人 会慢慢体会 现在大家在谈的这些课题 你怕拐一点而已 我 我个人是比较 对政治是比较麻痹一点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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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